台湾台出一位民众维护基加减益拍拍照的事情 人们已经找到也继续进行基加减益 不过为了批评因为民众没有准备规定 来出现更大的危机 市府今天接规记者会 过程开发15万 市府在集处好有 好他工作需要民众做会配合 一定要开始做好相关给他出事 不让自己也不让别人 今天一头早 市府就聊过基加减益 对承认違反基加减益的国安 做出相关的杀明 在选举的第一时间 也有到便宜的检查 并没有减量的进行 在警方的报道下 已经为身体到台南 造成这次的宿舍 也将会比开发15万 在市府委员也再次合约 民众一定要开始证据相关的规定 它违规是违反传染病房治法第58条 裁兰的标准是1到15万 因为它故意失踪 经过这么多的人力 也还要劳到大家的关心 引起社会的混乱 我们也接受市长的指示 会从中量行 基本上我们重视被隔离者 或是被检疫者 他的人权 但是我们更重视公共的安全 所以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宣誓 对于这个走完程序还是找不到的人 我们先会公布他的这个姓名 还有所在行政区 那希望大家帮忙找 那经过一段时间一定的程序之后 如果还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 我们还是依算传染病房治法第58条 以及这个行政程序法第36条的规定 我们会公布他的照片 希望大家帮忙找 面对武汉肺炎 大家都很欢乐 不过最主要的 也就是在做好组织的方式 跟他做 配合中原的相关规定 妈妈亲才散步 以及相信来到不免足损 希望在大家配合 他已经可以带你结束 记者陈亦于旗警户彩虹伯德